我们听经听了不少年 讲经也讲了不少年 听经有觉悟吗 讲经能帮助别人觉悟吗 佛能做得到 菩萨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了 不但不能救他 连自觉都有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 这些神很容易空过了 莱森依旧搞六道轮回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 佛法跟释法不同的地方 佛能够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轮回 这是大死 头等大死 没有比这种事情更重要了 这就是佛法殊身之处 佛法超越之处 几个人能超越 几个人能超越 礼上讲 人人有分 四上讲 有分的人不多 这什么原因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一切众生皆有福信 这是平等的 虽有福信 但是这一生迷了 不仅这一生迷 生生世世都迷 迷得很严重 怎么知道很严重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其分别 其妄想 或者我们说 其心动念 就是迷 迷在加深 不但有其心动念 还有分别 还有知诸 其心动念 迷造业 没有善悟 分别执着就有善悟了 善 赶三山道 我赶三我道 这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谁有本事 见色闻身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不分别 不知诸 这是真修行 真功夫 凡事成就的人 他有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 没善悟 但是分别执着就有善悟了 他分别什么 他执着什么 他分别执着 阿弥陀佛 好啊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一天到晚 其心动念 无量无别 跟着去执着 就分别执着 但是 几个念头 是回归到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回归到阿弥陀佛 唯有阿弥陀佛这一念 能帮助我们特立六达轮回 这一念不可思议 这一念与佛相应 与法相应 真正能相信的人 不懂